恩爱夫妻陷入情感危机 我不想见你 听见没有 走 尽职尽责 同志人特地邀请了治检的专家 好帮大家一个请 却遭百般责难 这要是你 你真是出毁了 这事啊 千万你 难题一接踵而止 眼神你在哪 病人出发了一些 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该如何化解 这一个大活人 白天死在家里 春春他不知道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第七季 莲花摆海棠香 莲花摆海棠香 羊柳河畔鸳鸯芒 如果时间可以停在这一刻 该都好啊 莲礼节愁难断 两家争闹儿女伤 爸 我该怎么办啊 情难了 事业伤 壮志难愁 独彷徨 看到你这么幸福 我试着放上去 恩怨是 误解消 悉心协力 共患难 我房大力 不会再做故事里的事 莲花依旧 闹海棠 普法栏目剧 十九集迎戏剧 莲花闹海棠 第二季 这个是你表嫂 天晓妮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如果不答应我 我就一直跟着你 来我这装吧 把钱也还 我把这酒喝了 你就让我们走 我连杀你的心都有 你不要以为我不敢 这日子你是不是不想好好过了 你心里状态是童心迷 莲花梨 我是你的老婆 我们的鱼都准备好了 不要了 你是不是喜欢 小蓝这样的精彩呢 那天这个金贵性 陆家 穿素虫 是你的 为什么那些人都穿了 小脸在外面偷看的 海龙 你给我回来了 娘 我杜小蓝千金坦坦坦 从来没有做过杜鸡 你先回去吧 我跟你说 不要 他有话要说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给您继续讲述的是 莲花闹海棠 第七集的故事 我们前面说到了 有个叫杨阳的小伙子 对自己的这个表嫂 杜小蕾 一直是很喜欢他 现如今呢 这个表哥李海龙 回到家了 那么 现在人家两口子 甜甜蜜蜜的生活在一起 杨阳的看在眼里 心里不是滋味 但是最起码 他知道不能影响别人的生活 所以他对于小蕾的这种情感 又该怎么办呢 李海龙虽说是 第一次见到这个表弟杨阳 可是杨阳对小蕾的那一份好感 他似乎也有所察觉 而且呢 杨阳送给小蕾的新手机 那更是让海龙是心生注意啊 所以 海龙跟小蕾夫妻俩 因此发生了矛盾 小蕾夫妻离开 杨阳的出现 可以说是给海龙和小蕾的情感 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那么 海龙和小蕾能不能 化解这样的矛盾 重归于好呢 李杜两家 现在矛盾是越来越深 好像稍微再有点什么事 就要爆发出更大的危机 而另外一边呢 我们看到现在杜燕跟 佟清明还有黄大力 三个人 都因为这个所谓的情感问题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黄大力失去了孩子 那黄大力心中对佟清明 那绝对是非常的愤怒 所以啊 黄大力就找王老板 让王老板不敢去买鱼 村里的鱼 这么一积压 村民们全都跑到村友会 来找佟清明 佟清明现在那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他找不到出路 这鱼塘的难题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还有 如果这关过不去 这还能不能得到村民的信任 而且 对黄大力来讲 投赋计划仅仅就是这些吗 他还会有什么招呢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意 我们夫妻一场 难道还比不上童心明 在你心里的位置 我去 月儿 有事啊 你还问我 你不知道 小林哭得多伤心 这样 我先过来再说 厉害了 你知道这些日子 小林为你做的吗 他一个姑娘家去城里 去求田小英 这也就罢了 他在你们家 没少受委屈 就因为那些谣言 你就罢一半 你对得起他 爸 妈 别叫我妈 你这小子 我好好对我的闺女 近日他伤心 爸 不是 事物不对 我这不是父亲请罪来了吗 对吧 小林 老婆 海龙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快 来呀 快 快 快 人家海龙都来了 心里有想说的话就说出来 别憋着 对 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边 憋坏了 我心疼 你来干嘛呀 我不想见你 听见没有 走 我让他说委屈了 这受不对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回了 盼星星盼月亮把人盼来了 人家话也说到这个份上 还不跟人回去 去 去吧 小莲哪也不去 就在家里待着 妈 小莲好歹是结了婚的人 老往娘家跑算怎么回事 不听妈的话 别哭着回来找我 妈 妈 你不吃了 我不吃了 气都气饱了 妈 妈 你们两个 还不赶紧走 对 爸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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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吧 走了吧 哎呀 哎呦 哎呦 还有老小娘回来啦 都回来啦 真好吃饭了呀 回来了 好 依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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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饭和我班上 好嘞 哎 依婆 放什么煙炮啊 没必要吧 要放 谢谢 快去饭 依婆 好 放放放放放放 哈哈哈哈 依婆 吃饭 来 好 吃饭 快坐吧 妈 那么多菜呢 快吃饭 快吃饭 真想 真想 哈哈哈哈 来二叔先坐 哈哈哈哈 我说啊 这第一杯酒吧 首先要敬我的依婆 啊 我呢 就是你的亲孙子 来 我敬你呗 好 哈哈哈哈 我的亲孙子 哈哈哈哈 祝我的依婆呀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好 来 好好好 行 老 你这次能平安回来 得多谢谢你依婆 现在你依婆呀 都成了咱们里家的大佛星了 可不是哪吃啊 对了 还有人家杨杨呢 什么叫杨杨 也出了不少的力 这还不借着一泡的美酒 敬杨杨一杯 没事没事 是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这样吧 表哥 我敬你一杯 欢迎你回家 来 这怎么感觉好像我是客人一样啊 好 兄弟齐心 齐力短筋 希望你两个呀 结果都像亲兄弟一样哦 知道了姨婆 来 杨杨 表哥敬你一杯 谢谢啊 不客气 来 其实啊 我觉得呀 最应该感谢的 还是我的媳妇啊 媳妇 这段时间 受委屈了 谁让我是你老婆呢 锅里还有个汤 我去看一下 妈我帮你 哎哎哎哎 你去干嘛啊 你陪我坐 哎 海龙 你是不知道 你没在这段时间 你那个媳妇 三天两头 往她家跑 你妈为了去接她 你又少受你那丈母娘的气 以后 你对你妈好点 你媳妇 该管再管 是啊海龙 我都替你妈 你妈委屈 杨慧芬这个话呀 是不当好听 但是话丑里端 哪有媳妇 动不动得 朝梁无跑啊 哪个成才这话 媳妇接了嘛 都是要勤快 哪有让婆子妈 受气的到的 媳妇 你是不是了解小莲 小莲这个丫头啊 其实特别善良 特别孝顺 真的挺好的 她好了 走 来来来 放这儿放这儿 放这儿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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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个媳妇还有杨阳 冲上半去啊 小莲不用了 我自己啊 什么小莲小莲的那个 哦 表嫂 对 让你表嫂啊 给你盛碗饭去啊 不是 那谢谢表嫂的 吃饭吃饭 妈吃饭 来喝一个 好久没喝酒了 妈 小莲都跟海龙回家了 怎么还苦这个莲啊 你妈我就是个苦瓜脸 辛辛苦苦养个小苗 养大了 开花了 被人掐走了 妈 海龙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他不会让小莲受委屈的 当初 我真该让他挡上了女婿 哎呀 还好啊 现在有你在马上里面 妈你放心吧 啊 我能放心吗 你还没喝大力喝好吗 妈 你别管了 我们的事我会处理好的 我正事跟你说 你看我现在身体好得差不多了吧 我想把理发店重新开起来 怎么样 这事你得跟大力商量商量 毕竟大力好 我跟大力商量 我肯定跟他商量 哎 对了 我听说 有一个老中医 她的药啊特别管用 明天跟妈去一下吧 哎 这医生只是说你难怀上 又没说你怀不上 我妈跟你说 这女人怀孩子 可是大事 你现在啊 要把身体调养很好 啊 我知道了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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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怎么出来了 你管点爪子 哦 没什么事 我出来偷偷借 奶奶 你该回城都齐的了 奶奶 你捏我走干嘛呀 这个地方挺好的 再说了 你不是觉得我娇生惯养的吗 是吧 那我正好来农村了 我就好好地体验一下生活 那我挺好的嘛 是不是 今天那个事情 杨慧芬 虽然被致命点心地说 但是明白人都晓得 她说的是哪个哟 奶奶 我跟小莲 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个可能是个路灰 但是人都口渣 人眼可味呀 你赶快进去收拾东西 明天都走 奶奶 你要是再不听话 我都叫你爸爸妈妈来 把你送回美国去 行行行 我回去我回去我回去 行不行 那我们说好了 我回去一段时间 过段时间 我再来看你 就什么说定了 我收拾东西去 明天就走 快 老婆 你看你 都受到让人心疼了都 能不受吗 伤疤你回不来 我都担心死了 怎么会呀 我这不回来了吗 你都不知道 你不在的日子 发生了好多事情 是老公不好啊 让你受了委屈了 我要早知道田老板 是那样的人了 我绝对不会跟他干的 你说我也是啊 那么聪明一个人 怎么就让他这骗了呀 其实这事吧 你还得感谢田晓妮 田晓妮 你不知道她现在的处境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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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以后不提这事了 好 这田晓妮三个字啊 我也不想再听到 我只知道 我老婆呀 对我是最好的 就行了 老婆 要不 咱们睡了吧 我不活了 这生死没法活了 不活了 我立马带着孩子到城里边去拔了她的地址了她的气 水花啊 你可别办啥事 水花 妈 你就甭狂了 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他们 水花 水花 孩子那么小 你带着孩子进身抓奸 这怎么回事啊 童心明 你一天真事不管 你管我们家这破事干吗呀 海洋 都赖你 要不是你让我们把那地挖了 弄什么鱼塘 现在鱼卖不出去 眼睛还是城里打工的 我跟你说 要是眼睛真事出轨了 这事啊 全赖你 你得随随我少 童心明 这事你不能不管啊 兄弟 我给你忙回家 哎呀 水花 水花 哎 童大主任 这又怎么了 这又怎么了 水花两口都闹毛的 啊 你这是干嘛呢 哎 我来打算过来看看有没有货了 看这样子 上别处了 哎 慢点开啊 慢点开啊 哎 我们已经找好别的师傅了 没事王总 这以后啊 这用得着我的师傅 随时给我打电话 可以可以可以 那人是谁啊老板 那人是谁啊老板 李海龙 坐过牢的 这种人 谁还敢用 王总 生意不成 人也在啊 谁坐过牢啊 怎么啊 想打架吗 你老板还没错够啊 到我这儿来耍横 来 爷爷 您就听我的话 咱们上医院看看吧 一趟的事 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本来之前跟王老板说好了 他会帮我们解决一部分 可后来 不知道他听了什么谣言 到现在也不接我电话了 那你 有没有任我的打算啊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 熊老婆倒是说 可以帮我们解决鱼的销路问题 但他的条件是 要拆掉度假的牌坊 我总不能为了鱼童的事 答应他的条件吧 现在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什么人 其实 气疯了 爷爷 把被子盖好了 千万别着凉 早点睡吧 我听您把门关好 你气了 你气了 好 您早 没睡吧 没呢 怎么了 我想了一下 就算王老板 买了我们三千金鱼 其实也解决不了鱼堂的问题 更何况 听王老板的意思 是说我们的鱼有问题 可这明明就是在冤枉我们啊 咱们的鱼当然没问题 可是只有咱们自己知道 关键啊 现在不知道是谁造的谣 现在追究谁造的谣 也没什么意义了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说 咱们 请专家 请质检专家 让他们来检测我们的鱼 到底有没有问题 让他们来还我们的工档 这倒是个好办法 明天我继续请专家 一定要证明咱们鱼堂的心门 好 音乐总 谢谢你 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我也是为我们自己家的鱼堂担心的 对了 那个 你跟大力呢 没有 我们 我们挺好的 那个 你早点休息吧 好 我 我当时哪家的帅哥在这装深沉呢 原来是我们家霸王龙啊 老婆请坐 怎么了 老婆 老婆请 你今天找活儿找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啊 挺好 不过 有些活儿被人给抢了 这要放到以前啊 我黎海龙是挑活儿干的 知道吗 这活儿多的是 不愁 没关系 得了吧你 你啊 你要是真的找不到活干啊 你老婆我养你呗 行 我这辈子啊 就是一个老苦的命 啊 就安安安心心的 给我的老婆 当牛当马吧 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海龙跟小莲现在是平静的生活 可是有一件事 海龙现在被警察带走的经历 整个在村子里边就不断地被人提起 一说海龙现在搞祸鱼 又不敢找他 他被关锯带走过 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海龙的生意是很难做 所以海龙为这事很烦 佟清明这会儿正在为鱼塘村东奔西跑 佟爷爷看到孙子家在李渡两家之间很为难 村民们因为销路的问题压力很大 这些压力都转嫁在孙子身上 这佟爷爷能不心疼吗 佟爷爷似乎总是想说什么 又欲言而止 这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杜燕眼看着佟清明每天为鱼塘的事 焦头烂额 也是焦灼不已 那么他既想帮助佟清明 也想帮助杨柳村的村民们 摆脱困境 于是杜燕他给佟清明出了个主意 他的这个主意好像让佟塘的事情得到了转机 杜燕哥 小脸 我来报答上班了 不用那么着急 海龙刚回来 大家都陪陪他呀 我都请了这么久的假了 再说了 李干世那篇南方的普通话呀 怕是赞明们也已经听够了吧 对对对 夏兰 你快回来吧 要再让我播呀 不许村民要人无忌惮吗 对了小脸 今天城里的专家要到咱们村来 对咱们的鱼塘进行抽检 你去广播一下 让养鱼户们做好准备 要来检查 可不是吗 人家冤枉我们 可是我们不怕 彭主任了 自己去城里面请的专家 行 那我现在就去播 通知通知 因为有人造谣 说我们养柳村的鱼有问题 所以 彭主任特地邀请了 治检局的专家 来检测我们的鱼 好还大家一个清白 所以 请各样养父 做好被抽查的准备 积极配合 这童新年 又耍什么猴呢 妈 人家这是办正事呢 要不我去鱼塘看看吧 爸 要不我去吧 大力应该在鱼塘呢 天挺热的 你在家待着 我去了 大嫂 这好像是小莲儿的声音吧 怎么 去广播站也不打个招呼 是 开龙 开龙 小莲去广播站 怎么我都不知道啊 她跟我说了 妈 你儿媳妇的声音 好听吧 光跟你说有什么呀 婆婆呢 婆婆怎么不打招呼呀 这规矩都不懂 这媳妇啊 就应该有个媳妇的样子 那是她大嫂 对呀 有时候啊 我还真佩服我二叔了 你这样的媳妇 她都敢娶你 妈 我拉婆去了 海龙 路易安全 小心一点啊 这两口子一个多小 最近 我们也接到了举报电话 说附近镇上啊 女士的瑜伽很混乱 来之前 也接到了上级的通知 只见完你们养柳村啊 我们还要去检查别的村 真是太辛苦你们了 没事 那开始吧 我们 这两块鱼汤都是杜家的 杜家呢也是我们养柳村那个 养鱼大户 湯里边主要喂的是鸡鱼还有草鱼 这是他们的鱼房 过去看看吧 好 大力 你怎么来了 刚才不是都广播了吗 一会儿专家要来 你看你最近都晒黑了 这天也越来越热 要不白天你还是回家吧 鞭子 大力 新鸣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治检专家 来你们鱼汤挑几条鱼 待会去检验 好 我这就捞鱼去 这下可好了 等咱们的检测结果一出来 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那个各位专家 这还挺热的 里面先休息会儿吧 这边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随便看看 辛苦你们了 下一题 嗯 广播员回来了 二婶 小莲回来了 妈 这我姐让带回来的鱼 活的 我看是别吃了 等检查报告出来再吃 免得待会儿吃了 全家都呢 小莲 你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就回广播站了呀 我今天只是去村委会报个到 还没有正式上班呢 报到还不叫上班啊 是啊 这是我的工作 本来就是因为海龙对事 请的假 现在海龙回来了 当然就应该回去上班了 小莲 我看 你还是别回什么广播站了 这女人结了婚以后啊 就应该以家庭为重 你说是不是 哎 哎 哎 大早 你这媳妇不说话 什么意思啊 顺利再给你看 那喜情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拿着婆婆的架势出来 不能任由她的心理 他想干嘛就干嘛 哎 哎 哎 小莲 好心理 你好 不 你这儿 真的啊 全部合格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们的鱼肯定没问题 还有啊 其他临村的鱼塘我们也都自建过了 结果非常的恶劣 很快那些鱼塘就要被查封了 董主 困难只是一时的 恐怕接下来 你们杨柳村的订单都要接不过来了 好好好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谢谢 好嘞 再见 怎么样 全都合格了 我们的鱼全部合格 好 专家们呢 还到其他村去检查了 就是那些亚地价格的鱼塘 全都不合格 马上会勒令查封 你看谁 让小脸广播一下 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好消息好消息 质检结果出来了 咱们杨柳村的鱼 全都合格 全都合格 杨柳村的鱼塘都被查出了问问 将杨柳被查封 咱们杨柳村的鱼塘 又一次迎来了 新的 春天 你们来 老头来 怎么回事啊 听见鱼了 你没听见吧 咱们杨柳村的鱼 都出来了 咱们杨柳村的鱼 我就说嘛 这鱼没问题 好开心啊 妈呀 这还没开门呢 这看来废话真具 可以撑你桌见去了 清明哥 这下好了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 咱们这鱼啊 卖不出去了 是啊 嗯 买两瓶好酒 晚上去 好 哎哟 哎呀 这万一就点东西很难 说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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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ies 哎哎aren 我把她那端窗户拐 你上门了 啊 可能那那 这话 先跑城里去把大老公平下来 啊 走上台打水看看 哎哎哎 等我一会儿 我也去 翠花 杨宝宝 开门呢 我是佟清明 康律 哎呀 怎么了 你快来看看 那是不是杨宝宝 喂 是杨宝宝 杨宝宝 春花 杨宝宝 杨宝宝 春花 来 来 来 杨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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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出医院 我眼镜打电话 眼镜 你在哪儿 你妈在家晕倒了 我们现在送她去医院 那不是眼镜她妈吗 通通通 我妈现在她怎么样 眼镜 别着急啊 重备抢救了 医生 我妈现在她怎么样了 病人突发了 医生 我们已经尽力了 对不起 妈妈呀 哭什么哭 你要是把我妈一个人留在家 我妈来什么就走了 还不是关你这事丝门 你不在这里边出那大部分 不能去这里边招你吗 行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丑 还有你 她突然整个当年 我们跟那小医生去我们家看看吧 老太太都断劲了你们才发现 你整把鸡血饼劲呢呀 这边只知道在这里边加转影 你做样子跟谁看的你 翠花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你不拿走说法出来 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你说 你跟困堵怎么当的呀你啊 这人也死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那我就看不出来 你 你这我不能说吧 这事我不能这么算了 我妈不能这么白白 没了呀 今天这个事情赶紧漂亮 我其实就是把她们打抱不平而已 打什么抱不平啊 这事压根跟姓明没关系 对呀 这事怎么能怪在姓明鸽头上呢 怎么不怪她呀 就是客观分析的话 那就是童姓明的错 我都不是那回办不到那个童姓明 哎 姨妈 您的意思是 没错 姓明哥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村主人 她处处都为别人着想 小年 你是你家的媳妇 那个事情 别都不要插手 这事 这事真不能这样干 我老太不 都还认了个死女了 吃饭吃饭吃饭 妈呀 你怎么这么就死了呀 真是的 今天必须讨个说法 哎哎哎哎 同学来了 童姓明 我跟你说 今儿个我到这儿来啊 就是为我婆婆的死 他会公告的 丁军 翠花 你们还是赶紧把杨伯伯安葬了吧 这样他全校有知 也会心安的 我看了 是杨伯伯不想葬你不心安 你不 姨妈 你好歹也是我们这个村里的长辈了 你一定要为翠花他们一家套公道 如果你不自动辞职的话 我们大家都怜悉上说 我们大家都怜悯上说 怜悯上说 这一大活人白天死在家里 村主他不知道 你说这么一个没有担当 不负责任的人 任咱们村主任 不是把咱们杨伯伯推下火坑吗 但是我说是不是 必须得下台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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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别吵了 让我们的老村庄说两句 梅艺 您怎么来了 我看过 难不成了人为你的孙子说情吗 你兄妹妹 你两个人格就为难心命吧 你也是当个村长了 一名好 畜生好 我只能說 商量不爭 下兩歪 兄弟妹 你不要把老一輩的事情 推到新民人來 新民是個好玩 只是玩得還年輕 有些事情沒有做到方方便便 還要請大家寬容 寬容啊 對 小丑可以寬容 一條人名也是小丑嗎 是啊 你說人都死了 它是小事嗎 同性民人必須得下台 換人 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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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下台 你非要人根本 同行為 你說我針對同性民 我也無話可說 但是聽她說說看 我跟同性民 素不相識 一無怨 二無醜 各位啥子要針對她 比刀死說個一二三 你哭了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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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脱钩进来 我擦你了 快 别痛啊 你脱钩是不是 怎么了 警察上场 我擦 鱼汤的事总算是告一段了 杜燕也是出谋划策 又一次帮助佟清明渡过了难关 但是其实佟清明现在眼前面临着更大的难测 这眼镜跟翠花夫妇把杨婆婆的死归咎到了佟清明身 熊婆婆跟李世君夫妇更是抓着这个机会 逼迫佟佟清明辞职 这是又一场新的危机 面对翠花的指责和李世君夫妇的逼迫 这佟清明本来就不善言辞 这次他该怎么办 佟爷作为曾经杨冷村的村主任 粗面协调 想把这事给主持个公道 结果熊婆婆那咄咄逼人 爷爷当场血压就升高了 一下子气得轰过去 那真是凶多吉少 熊婆婆为何要如此针对佟家人 这熊婆婆跟佟爷爷之间 难道还有着什么恩怨过往 另外呢 小莲回到广播站上班这个事 让李家人是颇有威慈 虽然说她婆婆王开碧现在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在杨慧芬多次的搅和之下 她心里边对小莲有了看法了 他们的婆媳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 下集咱们接着说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咱们下期见